什麼叫自愛男性 什麼叫違憲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司長還兼大法官喔 法律是由你們交通部來解釋的嗎 委員 我剛才談到 這一步實在羞愧啊 什麼時候輪到你們來解釋 如果這樣 連立法委員都不能解釋法律 他們都不是大法官 可而且明天到晚大法官上身 既然令你們交通部也認為你們大法官 這是國會要有尊嚴耶 國會在審議 輪到你們交通部說三道四嗎 那講什麼啊 國會審查的事情就是國會審查 國會對到你們行政官員的說瞻道四嗎 部長請你看一下 看清楚一下 這個大選的時候啊 花蓮跟台東 民進黨所提名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他的政見主要政見 就是興建花東快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也來背書 蕭美琴副總統當選人也來背書 你不要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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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請你上來 你們交通部什麼時候出大法官 你坐好 要特別啊 在這裡啊 請教一下部長 從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到蕭美琴副總統當選人 到民進黨所提名的花東立委候選人 都列為主要政見 告訴東台灣的人民 民進黨是如此的關心東台灣的建設 希望均衡台灣的發展 都支持交通平權 大選完才短短兩個多月 本席請教一下部長 您對於花東快的興建 你打從內心深處 你是支持還是不支持 我支持他 所以當時我們就進入了 重啟可信性 既然你支持 這是真心的嗎 這是真心的嗎 我是覺得花東的建設 你現在越來越像政治人物啊 真心的嗎 沒有 要不然就不會重啟啊 重啟是立法院做的決議 又不是你做的決議 本席請教你摸著你的良心講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在求婚的 求婚的當下 你對你的太太所講的是不是真心話 你今天面對全國國人 你講的是不是真心話 你知不支持花東快的興建 請部長回答 應該如果更明確來講是不反對 不反對 剛剛是支持 現在是不反對 等於你問你的太太說 願不願意嫁給我 然後現在我不反對你嫁給我 那接下來呢 你最好不要嫁給我 現在這樣 就是說 我希望從我們的相關的評估去證明 當然我如果 本席是請教你吧 打從交通人的立場 這條路應不應該興建 請教回答 一定要分析評估可行 我已經講說我不反對 但是也要經過一個 你從開始的支持到不反對 然後到評估 部長 真的新潮流把你培育成這個樣子 真的不容易 三階段的回答問題 本席在這裡 所以 隆重的告訴你 立法院所承載這2300萬人的名義 代表各個政黨 這是什麼意思 2300萬的名義 不是40%的總統 在這裡所通過的決議 就是代表全民的意思 所以 如果通過了花東快條例 對交通部來講 您願意去興建他 在一個交通人的基本立場 交通平權生命無價 立法院今天通過條例 是幫了你一把 把條例通過你更好做事情 結果你的報告 是如此的羞愧交通人 什麼叫自然的難性 什麼叫違憲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市長還兼大法官 法律是由你們交通部來解釋的嗎 委員 我剛才談到 這一步實在羞愧啊 不是 什麼時候輪到你們來解釋 如果 連立法委員都不能解釋法律 他們都不是大法官 可而且明天到晚大法官上身 現在令你們交通部也認為你們大法官 這是國會要尊嚴耶 國會在審議 輪得到你們交通部說三道四嗎 那講什麼 審查要有正義 什麼叫正義 要公平啊 什麼叫違憲之餘 是你們交通部可以來講的嗎 如果每個委員 是你們交通部可以來講 有沒有違憲之餘 通通是 你們申請過大法官解釋了嗎 今天我們在做的是一個交通 要不要做 該怎麼做 國民黨執政 本席在講話 97年520執政 兩年八個月 民國一百年1月29號蘇花改就動工了 現在你們把蘇花改的錢 也當作你民進黨花的錢 本席真的很佩服你 花動雙軌電企劃到現在進行到哪裡 你把錢通通列上來四百多億 你進行的進度是多少 蘇花安八字都沒有一撇 環平才剛剛送件 拖了八年 拖了八年 我們再講一次民國97年 五月二十號國民黨執政 一百年一月二十九號 只經過兩年八個月蘇花改就動工了 所有的地質永水全部都了解清楚 二零一六民進黨執政到現在八年多了 蘇花安還是空中隔樓 還敢把八百多億都列在這裡面 全部是空頭支票 蘇花安是我們重啟 本來是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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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立委講過從二零一六講到現在 什麼叫你們重啟 蘇花安到現在八百多億的空中樓閣 你也此言列在兩千多億裡面 連看都沒有看到 你們真的當東台灣的人 我們是次等公民嗎 公廷二都辦過了 部長請不要把自己 當做政治舞台上的小丑 一個工程師是要封骨的 不是政治人物 所有在國會通過的事情 執政黨有意見 要申請大法官解釋 我們尊重 我們尊重 但是國會的尊嚴我們必須要 我們必須要守住 國會審查的事情就是國會審查 輪得到你們行政官員來說詹道士嗎 這個就是我們工程師必須做的 所以本席現在告訴你 工程師必須做的 工程師必須做的 工程師不能說 你只要就工程專業來講你該做的事情就好 不能先審就定案 我是這樣 部長請回 新潮流林把你訓練成這個樣子 本席很佩服你 一個基本的一個工程專業 今天一個國會 可以由這些人到這裡來告訴我們 要怎麼立法 要怎麼樣抵觸憲法 你們現在全部都大法官嗎 這是一個很 對工程人來講 是一個很羞恥的一件事情 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員會 向來都在立院紅樓302會議室召開會議 但這間會議室不同於立法院其他委員會 在左右前方各擺設質詢台跟背詢台 而是讓立法委員坐在位置上質詢 一整排的官員被對媒體的盡頭背詢 國民黨立委翁曉林就建議司法法治委員會 應該比照其他委員會來擺設 叫你擺兩張桌子 要四五個月 有這麼麻煩嗎 就當擺一張桌子 十公尺也要收費 把立法委員當盤子嗎 我不希望你回答 我現在告訴你 好 擺兩張桌子 無限麥克風把它擺上去 讓這個委員會要基本上 立委持續要最卑微的尊嚴 就這麼簡單 立法院總部處長周杰 原本建議在會期中 研議規劃修會時再來更改 被趙偉吳宗憲質疑拖太久 國民黨總召富昆琦就抨擊 放兩張桌子和無限麥克風 要花四五個月有這麼麻煩嗎 最終決議在一週內擺放質詢 和背群胎解決問題 中山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